我们在这里的祈祷 祝我们多谢祢 祢给我们有机会 敬拜祢 用诗歌赞给祢 祢在一刻安静我们的心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祈祷奉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有一个作家很有名的 叫做Ralph Emerson 说过一句说话 他说我们绝对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去欣赏或享受美丽 因为美丽是从神以来的 我很同意他说 美丽是从神以来的 但是他的美丽比我们平时多数会想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的美丽是所谓外在美 看到的外在美 他说这句说话的时候 实在包括其他方面的美丽 你不需要认识他 有多些时间去明白他 你都觉得美丽或吸引我们的东西 那就叫做外在美 外在美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美丽的外表 美丽 有些人说美丽是有好处的 别人很喜欢你 想跟你聊天 有什么事就会帮你 所以这么多人很追求外在美 也有个原因 别人喜欢我 如果我有什么事就会帮我 所以美丽是有好处的 这是其他一件事 不过外在美也好 不只是美丽那么简单 还有是有魅力 一个人可以不太美 但他的生命或性格很有魅力 我有一个负面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希特拉 我有做一些犹太人研究 做犹太人研究 迟早就会读到希特拉 我看他的相片 不知道是不是流传那一张最不美的 可能他有一个很美的面貌 不过我看他 这个人真的不是那么英俊 如果我看到他 我也未必会被吸引 但很明显他吸引 很明显他有魅力 德国人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有本事 蒙骗整个德国的种族 那个国家来跟进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很明显有魅力 魅力也是一种外在美 因为你不需要认识那个人 他可能说话 或者做某些东西很吸引到我们 那我们就被吸引 还有一个 智力 你知不知能力也很吸引 跟一个能力的人聊天 感觉上很有得着 尤其是如果他很能力 就是我们很想知道的 楼市 股市 投资 很多不同的东西 总之如果我们很想知道他也可以 我们就会很被吸引 所以智力也是吸引的 你不需要认识那个人 总之他站在那里说话 听了一排之后 你就很被吸引 最得限度还有一个 最得限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艺术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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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数用一个例子 我觉得挺好的例子 艺术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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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那个全英一丁 他出来唱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唱歌 那时候我不知道 不过后来我听到 我回看YouTube 发觉他上台的时候 有些人在笑 听到背后 应该是他的前面 有些人在笑 当然了 我也知道是谁 当时我也觉得是 整个老婆 站在他面前 为什么要上这些天才表 他但是站在那里 不过 他一开声唱歌 那一刻的时候 哇 真是天使的声音走出来 这个人的样子和声音 是好像两个不同的人 之后当然那些人是拍烂手掌 所以是不是有些艺术 气质的人 很多时候都会挺吸引人的 我们都不太懂他 甚至有时候你认识他 觉得他也未必那么好 但也很被吸引 所以都是其中一种的外在美 所有我们刚才说的外在美 都不是错的 都说美丽是从神而来 这些东西都是从神而来 是给我们的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 每样东西 我们可以进化一点 做得好一点 不是很帅 穿得新鲜一点 或者是打扮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 给人的感觉都挺清晰的 都可以的 不是很有魅力 但是学一下和人聊天 现在有些课程 可以和你不懂的人聊天 就算不太有魅力 也不会先失礼人 那种感觉 可以的 有这些东西 好了 不是很帅 不太帅 你也可以学一下东西 学一下东西 聊到那样东西 我们就是专家 可以是插花 很简单的东西 总之是聊到那样东西 人家觉得我们 是有些内涵的 最后就是说 我们也不是什么音乐家 也没有什么音乐的恩赐 但是也可以学一下弹琴 甚至是学一下欣赏音乐 充分下机的人生 可以的 所以 种种刚才我们说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好一点 所以可以改善一点 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们甚至应该去做 但是所有我刚才说的东西 都有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外在美 是容易失去的 而是短暂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时那些电影也好吗 YouTube也常常有的 就是当时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那些呢 有没有看过 最近呢 我又看了一个 九十年代初到中 我在美国留学 就很喜欢看电视剧 是笑的 半个小时的 我忘记了 现在八点到八点半 当时也是八点到八点半 叫做朋友 朋友 整班 那时是青年人 俊男俊俊俊俊 有时候 不过很好笑的 读得很辛苦 上课了整天 现在八点到八点半 一定要看 笑完一段 之后 还要读到三更半夜 所以那几年 每晚都会看 完了之后 那就不管了 没再看了 做工 教神学 很多其他东西 所以没看 我都知道那套剧 去到二零几年 就停了 最近呢 他们的聚集 又再走在一起 我实在这里看不到 我没有那个台去看到 但是你上YouTube 你又看到他们一个短片段 我一开一看 然后第一件事 原来他们都会老 原来他们都会老 然后当然想想 我也是老了 自己可能不是这么说 不过你看别人的时候 就是看自己 就算是明星 就算原本是很英俊 很美女的人 都会变老 他们还要保养得好 所以外在美没什么问题 不过外在美是短暂 容易失去的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内在美 内在美有点不同 内在美是不需要失去 而可以是长久的 就算我们的外表变成什么 都好 我们的人可以继续越来越过 美丽都可以 即是我们本身的人 人家和我们相处的时候 可以觉得很舒服 很想和我们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美 会吸引到他们 很多东西都可以说 如果你看针言 针言有很多经文都可以说这些 当然 讲道当然不可以这么多 我拿了三样 我喜欢三点式的讲道 第一件事就是十二章二十节 十二章二十节 这里图谋恶事 是在对比劝人和睦 两个是在对比的 这些叫平衡法 诗篇和针言是用诗来写的 我们叫做诗体 有这些平衡法出现 什么叫逃谋恶事 就是想做恶事 大家想清楚一点 一个人想逃谋去做恶事 那个人是花精神才做到的 还有实际要多好才做到的 真是邪恶的人是要很厉害的 你知道吗? 是的 多数人是恶的 就是人家弄到你一生气 那些都不好 但那些都不算是很邪恶的 你知道吗? 真是很邪恶的 实在是要花点精神 心机去想 才可以做到一些邪恶的东西出来 劝人和睦 大家有没有想过都是一样? 劝人和睦 都是一样东西 是要花心思去想的 你见过人家有冲突那一刻的时候 你的朋友有冲突那一刻的时候 怎样去评识那件事 是真是很花心思的 有时感觉上好像完全做不到的 是吧? 我有时觉得 我跟学生说 有些这些东西 就是所罗门才能做到的 所罗门才能做到的 所罗门自觉 那些人 所以 要面对 两个人站起来就会吵架 那你就试试不要让他们站在一起 是吧? 例如这样 或者是当那件事一发生之后 怎样去平息呢? 更加困难 因为为什么呢? 已经在你面前 两个在吵架 那怎么办呢? 又是不容易的 还有怎样可以减低的杀伤力 亦是很花精神的 为什么我们要做一种这样的人呢?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和平之君 所以我们都要学做和平之子 他是和平之君 我们是一个门徒 我们要学习这件事 是不容易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试过和某些人相处 是很难相处的 即是多漂亮多擅长都好 他相处是很辛苦的 对吗? 但是另外一些人 是和可亲的 他和人是和睦 他和神是和睦 很舒服的 和这些人一起相处 为什么呢? 很友善 我们实际上不是有这样的责任吗? 即是叫人和神和睦 我们是传福音 人与人之间和睦 我们都需要去做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件事 是跟从主要做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培养成为这样的人 这种人 第二 第二 就是安静的心 心中安静 对比质道 这个翻译也挺好的 安静 对比质道 也不错 但是实在是否 质道的字 质道的字 实在的意思是感情波动 激情的意思 质道当然是很激动 所以这个字也会用于 一个丈夫质道于太太 或者是太太质道丈夫 甚至神质道以色列 因为神爱以色列 所以有个质道出现 所以这个字本身 不一定是负面 甚至大家有没有想过 激情 如果我们对某些事没有激情 哪里会做到的事 成功 就一定要有激情 你对那样东西 就是喇喇喇 你怎会做得好 或者是成功 有些难度 放弃 不可以 所以我们是需要有激情 主耶稣耶稣看到拉撒路的时候 他也知道会把拉撒路复活 但是他也哭了 他也哭了 为什么 因为死亡是一件伤心的事 所以耶稣哭了 所以激情的程序 不一定是错的 不过在这里 他的意思比较像是沉溺 即是抽离不出来 下去之后抽离不出来 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 这个不只是激情 这个是沉溺了的意思 可能大家会说 是不是越说越远 好 既然我又说 心中安静 这个安静的字 实在是自面解 它的自面解 是一个健康心态的意思 它不只是安静 这么简单 你的心灵是健康的 我有一个朋友做辅导的 有一次跟我说 哪里有人心境是健康的 是很差的 没有正常人 是有多不正常的 我听到之后 我又不是很舒服 你只是说我都不是很正常 当然 什么叫正常 所谓正常 大多数人就是这样 就是正常 你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就是不正常 实际上我们怎么定义 就是这样定义 每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正常 实在是正常 就是你和很多人一样 就是这样 后来我读下去 我发觉原来他也是对的 你知道吗 原来所谓的正常 真是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 而有很多所谓不正常的人 即是和一般人不同 实在他们也不是很差的 你知道吗 有很多成功很厉害的人 我们会叫做不正常的 是的 我给你几个例子 我特意教一些 你应该认识的 有一个爱因斯坦 大家也知道 你知道爱因斯坦 去到九岁的时候 他也不太懂得说话 爸爸以为他是有些问题 为什么儿子九岁也不太懂得说话 爸爸 即是八岁还是这样说话 你想想 爸爸也有点担心 不过原来他说话不是很厉害 原来他脑子是没有事的 挺厉害的 有些东西在心里面 还有 达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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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的达文西 他是哲学家 科学家 什么都要去睡 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正常 他不主张一晚睡八个小时 我们说多餐少吃 他就多次睡觉 他觉得你不应该八个小时睡 应该一天睡八次一个小时 我想 这也行 如果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像他那样成功 不过对他来说是可以 不过我相信 就算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未必像他那样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睡一小时起床 然后又睡一小时起床 行不行 可能我们睡了又起不了身 起了身之后又不想睡 有很多东西 但他是可以的 他觉得对 背多分 背多分 我们大多数人 就比较明白和接受 你知不知道他都挺骗骗的 很多时候那些衣服 骗骗的衣服 他照着 吃了东西 烂了坏了都不理 为什么我们会接受呢 因为我们说 这是音乐家 音乐家当然有音乐 提醒一下 虽然人家开解一下我们 让我们的心情 如果跟这个翻译 就是安静下来 现在是安静下来 现在是安静下来 好了 最后那个 最后那个是最简单的 因为是喜乐 喜乐的心 对比的忧伤的灵 忧伤的灵的意思 这些实在是即是压碎了的灵 压碎了的灵是什么呢 绝望 这么多年来我侍奉 以前我导师跟我说过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去绝望那一刻 是最危险的 你一察觉到他绝望 因为绝望之后 他会做什么 你不会知道 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知道 那一刻 所以你永远没有给他绝望 快点想些事情 使他有少少盼望 也好 所以 侍奉起的期间 我们真的不想见到 那些压碎的灵 因为绝望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比起喜乐的心 我们说喜乐的心 多数人说我们要常常喜乐 那大家想到什么 很熟灵的常常喜乐 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喜乐 那些 我会说一些 帮我和大家说 当针研说这些话的时候 是比较简单一点 没有那么深层次的 还记得以前 是不是以前 许冠杰唱的快乐 那些什么 是阳光保照的清晨 那些是那些 吃饭很开心 和朋友聊天 很开心 实在针研想的东西 是很低层次的 所以不要说我们不可以开心 或者我们不可以使得自己开心 实际上我们能做到的 我们可以做一些 就是出去吃餐好的东西 餐餐也好 可能是购餐 一餐半餐都应该可以 那时候很不开心 出去吃一餐 做一点点 哄自己 不要想是不行 而我们实在是应该的 去做一样东西 使得我们自己开心 说到这里 我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所谓快乐 或者开心这个层次 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外在美 是相似的 短暂 和容易失去 可能今天有一样东西 使得我们很开心 是很容易失去的 失去之后就不开心了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开心 没有什么错的 甚至我们应该去寻求 但是很容易失去 很容易的 我们现在到处没得去 以前我们经常去日本 或者去哪里玩 未玩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去到最后一天 就最痛苦的 对不对 哎呀 没有了 甚至两个礼拜 今天怎么都要完 对不对 那就是了 短暂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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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要加多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刚才我说的 熟灵的喜乐 常常喜乐 那个是在主内 尋求到喜乐 尋找到喜乐 有一天 是有个新天新地 还有在这个世上 神是与我们同行的 耶稣也有说的 在世上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痛苦 不过在我里面 是有平安的 所以我们都应该是知道的 我们在 就算外面有很多东西 是 感觉上是 怎么说呢 不开心 但是我们最低限度 因为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和我们同行 我们可以 因为这件事 得到快乐 所以我们不应该是那些 心灵被压伤的人 我们不应该是绝望的人 我们应该是有希望的人 结束呢 我也想用另外一个人说的 来做结束的句子 这个就是 伊莉莎白罗斯 Elizabeth Kubler-Ross 他就是写那个 忧伤周期的人 如果你认识 他就是写那个心理学家 分析的人 忧伤不同的阶段 他说那句话 他说 人是好像彩色玻璃窗 为什么人好像彩色玻璃窗 因为阳光保照的时候 反映得很灿烂 不过 原来最美丽 就是当黑暗来临的时候 因为里面 点了个灯 你才发觉 原来这个窗 里面有个灯 才是最美丽的 今时今日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彩色玻璃窗 如果是的话 我们里面有没有个内在美 使得 当情景不美丽的那刻 原来我们里面有些美丽 可以照出来的 应该是 因为我们是主耶稣 我们带到基督 我们带到基督 祝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不是绝望的人 在你里面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喜乐 求你改变我们 使得我们 在最黑暗的环境之中 都好 反映到你的光 你的美丽 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 确定在数个章 明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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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